大街小乡年味浓浓 元宵节也即将来临 镇圆古镇的手工艺员 正在为元宵节的龙灯会 忙着扎制传统的龙灯 镇圆龙灯要求工艺精细 30公尺长的龙灯 需要经过十几道繁杂的工序 像是旋竹、巨料、扎金、上节及涂彩 制作过程非常不简单 我们镇圆的这个龙它是硬龙 就是以竹灭条来鞭扎的 制作的这个龙它有十几道工序 一般我们的龙都有就是30多米 我们这次就是筹备的龙就是有13节 就是那么玩的人就有要15个人 有15个精状汉子才能把这个龙捂起来 人们用五龙祈祷神龙的保佑 以求在来年风调雨顺 四季丰收 龙灯文化不知不觉已有400多年 这不仅是一种节日的装饰 也是镇远人民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充分展示了民间文化底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